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个土豪的千金 目前有一个老公杰克 杰克是他唯一的亲人 能够盘上肉食这只金凤凰 杰克也算是走上人生巅峰了 不但实现了真正的财富自由 还在肉食的制药公司担任教授职位 只是生活上和工作上的很多东西 杰克并没有决定权 一下还得看肉食脸色 事实上 杰克还有一个亲人水果姐 两个人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溺在一起 没当老婆那边有什么造型的事情 杰克就会过来水果姐这里放松Happy 很快朝野就叫来杰克 询问他为什么不在家里 杰克只好忽悠 去复典的药店买药 但朝野告诉他 附近根本就没有药店 于是杰克成了第一中大嫌疑人 之后朝野又叫来肉食的主治医生 得知肉食是心脏病发而死 现在肉食的尸体离奇消失 医生怀疑 很有可能是出现了家室的症状 也就是医学上的强制性昏厥 事者在确认没有任何生命症状的情况下 会突然复活苏醒 朝野直接否认了这一腿端 认为杰克十有八九 就是偷吃的人 从他撒谎去药店的事情 就可以看出很有问题 没多久屋子里突然停电 杰克看他肉食生前的一条红曲 以及证悟的东西 其中就是他用来杀人的药物 刚把药品藏进口袋 朝野就带着伙计杀了过来 仔细一检查 发现一个手机证悟不见了 马上对杰克全身上下钱后 一番搜查 搜出了那个药品 杰克一时没反应过来 只好忽悠 不是自己不美的药品 接着假装要去厕所 释放一下旁观的重量 很快诡异的事情出现 厕所的窗口边传来音乐声 这首音乐是肉食生前最喜欢听的 旁边还有一张纸条 写着我想你 很明显这是肉食在搞鬼 也许肉食真的炸死了 也有可能 就在朝野 要带着去另一个地方的时候 杀水系统突然出了问题 杰克称他留到个杂物房 向水果姐说起 肉食可能还没死的事情 紧接着诡异的一幕出现 肉食竟然像大火人一样 从门外走过 难道真的炸死还魂了 很快药瓶的检验结果出来了 里面的药瓶 还有某种致命身份 服用之后的几小时 就会导致心脏病发 朝野马上叫你去法官那里 申请逮捕令 另一边的杰克 在停尸房发现了一部响着的手机 接听之后 得知对方是酒吧的服务生 是肉食之前不小心 将手机拉在了酒吧里 关事节二年三发生 水果姐说到一封匿名信件 里面有大伙杰克被投摆的照片 以及核木杀是肉食的电话录音 为了安全起见 杰克只要叫水果姐先走 去当面经常去的老地方 水知道刚走到路上 就被车子撞打 失去了联系 无奈之下 杰克只要向朝野 说出杀害肉食的事情 他既想要肉食的财富 也想要水果姐的善解人意 但是水果姐 不想一直只做情人 狠心的杰克最终痛下杀手 用公司的药物杀害了肉食 但是现在他不确定 肉食是否已经死亡 梅罗就经常在附近的树林 发现了一具女士 正是已经死亡的肉食 杰克怎么也想不到 结局竟然这么的走进科学 趁机撒嘴就跑 克星没跑多远 胸骨就突然作痛 倒在地上 原来这一切都是朝野搞的鬼 十年才肉食和杰克 意外发生车祸 撞下了朝野一家三口 朝野的妻子不幸生亡 为了复仇 朝野派出自己的女儿亲近杰克 了解他的所有一切 而他的女儿就是水果姐 十年的复仇计划天衣无缝 而杰克最后也是一命长一命 心脏再也不会跳动 看完后 我只想说 一枚的悬疑和惊悚气氛还是挺不错的 不算是双脑的那一种 结尾的反转 也说这个小惊喜 我也让人诟病的 就是时不时出现的歌舞配音 使得一枚的悬疑味道 减弱了不少 总体上还是凑合着看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